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了隋阳帝大业十三年六百一十七年 李渊在晋阳起兵 并在树运后攻陷隋朝首都大兴城 控制了关中 武德七年六百二十四年 唐朝基本扫清了各路势力 一统天下 也正好过了七年 刘邦和李渊虽然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征战杀伐 但都用了不到七年的时间变统一全国 而曹操为何穷尽一生 只落个三分天下呢 历史往往已成败论英雄 而要把有作为建大公的帝王摆在一起 分出个绝对意义上的高下 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比如 刘邦 曹操 李渊都是拥有盛名的人物 刘邦 李渊都成功建立起延续数百年的强盛政权 而曹操从中平六年 一百八十九年沉流起兵 一直到建安二十五年 二百二十年去世 他身披战袍 驰骋将场三十多年 灭吕布 战流表 定匈奴 最终只是同意了北方 难道是曹操的能力 比刘邦 李渊逊色了吗 到底是什么导致智谋双全的曹操 不能取得更有影响力的战功呢 机遇是一个人成就大业必不可少的因素 命运给曹操闪开过亮堂的大门 风汉末年 乱象还生 这时候 因为拥有汉天子的名义 曹操策马出征 开局势头良好 然而 在关键的赤地之战中 曹操大败 贵气受挫 统一天下的脚步变得迟滞而无力 而历史给刘邦和李渊 却创造了神话般的机遇 刘邦草根出身 创 夜初期就拥有萧和 曹身 凡快 周伯这样的能臣猛将 在投奔一军领袖警局的半路上 又恰好遇到了张良 刘 张一剑 犹如老友 二人相互击赏 张良甘为刘邦所拥 刘邦到达咸阳后 依靠着强大 和谐的指挥团队 在楚汉争骂中取得胜利 展开全文李渊贵族出身 创业初期就已然身居高位 并且手握兵权 儿子李建成 李施民 李渊及各个能打仗 谈打仗 打虎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 李渊父子齐心打天下 实质随阳帝南群 关中一片空虚 李渊很是轻松地取得了首都长安的控制权 天下局势一边倒 李渊建立新政 犹如赵高霍秦一样 东汉政权遇到最麻烦的人物就是董卓 在陆西大搞专权之后 董卓在乱世风雨中不断搅局 而且吕氏不爽 在势力强大之后 他最后进京专权 倒行逆施 这时候的曹操在豪气儿歌中 组建义军 寻机诛灭董卓 董卓被吕不干调制 后 曹操游走远州 然而其父被陶谦部下所杀 之后 曹操出兵徐州 万万没想到的是 当初兵不久 心腹陈宫引狼入室 自己的周郡被吕不所霸占 十年的时间对于历史而言 不过谈指已挥奸 而对一个人而言 却是十分珍贵 十余年时间里 曹操在各路毛市将领的帮助下 三拜吕布 平定远州 控制徐州 终于平定北方 他准备领兵南下 长板坡大败刘备之后 曹操遭遇了滑铁路事件 赤壁之战时士族机翼 死者大半 黄盖的伙计 诱害的曹操 人马烧逆死者慎重 关键节点 往往决定人生博弈的成功与否 曹操兵败赤壁 十几年征战换来的好局面功亏一篑 他给对手留下了发展机遇 孙权 刘备常常出了一口气 势力进一步巩固 同时 我们觉得不是曹操无能 而是对手太强大 历史从来没有像汉末三国一样 豪杰并起 群雄争锋 正是跨州联军者不可胜 恕 那时候 各方力量都是人才积极 猛将如云 加上各有势力范围 曹操遇到的对手 既有骁勇善战的吕布 还有出身望族的袁绍 袁树 也有国显民妇的孙权 更有雄才大略的刘备 在各方面力量的对比中 很长一段时间里 曹操并不具备比较优势 困于南洋 险于乌朝 威于齐连 逼于黎阳 挤拜北山 待死同观 然后伪定一时尔 从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的这段话里 曹操的困境可见一斑 昔日刘邦遇到了刚毕自用的项羽 高下已见分晓 在随末乱局中 瓦岗战内斗不断 不攻自破 随扬帝已经是强弩之末 无力回天 虽然其他力量挑战过李渊 但都是唐臂当车 不堪一击 当时的机遇和环境 让曹操己能三分天下 空流一生遗憾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